中国篮台的巅峰时刻 淋巴北京奥运 姚明归队后的中国篮篮 向全世界上演破解而出 羽化成蝶的飞跃 遭遇欧洲霸主西班牙 这个星球上最顶尖的强队 队长刘维是第一个先骑波澜的勇士 与万军从中豪夺一血 21岁的一剑人分头正盛 无人可挡 巨星姚明更是以一敌二 隔空暴扣咆哮刀场 仅仅5分钟 中国队狂风咒一般的攻势 疯狂着现场观众 也警醒了这头东欧雄师 很快 神射手南德斯连续两季三分 紧接后场断球 扣篮一气合成 双方分叉瞬间立竿见影 不过中国队的艰难处境 在短短半分钟之后 便烟消云散 三风雨神兵天将 诸邦宇机会 好球 笑诚给刘伟 诸邦宇三分九 九点 九分了 我们领先九分了 咱这点了一下 加段飞出来 诸邦宇 要见了 今天这个 十一分了 诸邦宇三分九 要见了 今天真好 整个五颗松体育馆 将诸邦宇的名字 闹得翻天覆地 被现场气氛感染的中国队 更是有如神助 他去防这个小家嘴 刘伟 条件十五分 今天是不咱俩 这个定功啊 中国队近乎疯狂的三风表演 将整场比赛 推向真正的高潮 同时 一边倒的局势 触发了西班牙人调兵请将 第一时间将所有最强壮的战士 派往前线 而接下来 更加残酷的身体对抗 让中国队逐渐体力不支 分叉瞬间缩小 然而就在此时 本场比赛的MVP 闪亮登场 王志志 桥定 看王志志怎么来 三分九